那我们现在把DDL 资料定义语言的部分 把它整个结束掉 之前有跟各位提到DDL 主要是对资料库系统里面相关的物件 进行一些操作 比如说物件的建立 物件的删除 物件定义的更改 那这些指令来讲 可以用Create,Drop以及Alt 这三个类型的指令 进行相对应的操作 那我们在前面 其实针对DDL 一部分的物件操作指令 做了介绍 比如说我们在前面有跟各位提到 如何去建立删除一个资料库 那怎么去建立删除 甚至更改在资料库里面的相关二维表格 OK 那至于说呢 我们原本要介绍的第三个物件 View这个东西 为什么摆在这么后面才来讲呢 因为有关于View这个物件来讲 它在建构的时候 会使用到资料查询指令 所以说我必须要等到 slate这个查询指句讲完之后 View这个物件 才有办法去介绍它 那我们在讲View之前呢 再帮各位回顾一下 View是什么 View基本上它是一个虚拟表格 它是从资料库系统里面 实际存在的那些base table 所衍生出来的关联表格 而这个View来讲 它不用实际存在于我们资料库系统当中 但是呢以View来讲 各家商用资料库系统 还是把它当成是一个物件 来去进行管理 我现在讲到这边 可能各位会搞不太清楚 老师你讲View是虚拟表格 那为什么要把它当成一个物件 来做管理呢 那View又是一个什么东西 其实View这个东西 我们在上半学期的 第一个课程单元就讲过了 我们提过它的概念 我们这边帮各位稍微简单回顾一下 那上半学期的课程一 我们就跟各位提到View这个概念 它是由其他实际存在于 资料库系统当中的二维表格 所衍生出来的关联表 那View来讲它不需要实体存在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视为 所谓的虚拟表格 那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 我们之前是举这个例子 比如说在我们的学生资料库里面 有一张真实存在的二维表格 叫做学生基本资料表 那这学生基本资料表里面 包含了一大堆的栏位 比如说学生的姓名 住址 电话 课程 成绩 兴趣 等等等 有一大堆跟学生有关的 这种基本资料栏位 在这个地方 好 那这是属于Best Table 真实存在于资料库系统里面的表格 那什么叫做View呢 基本上我们是由 不同的使用者的角度 来去看待这一堆资料 我们跟各位提到过 假设有三个身份别的使用者 分别是老板 或是你们的男女朋友 或是说像你们的父母等等的 如果他们想要调阅学生基本资料 那这个时候他们感兴趣 或是有权限调阅的资料栏位 可能不尽相同 比如说以老板来讲 就学生基本资料表来说 他感兴趣的是这四个栏位 那以男女朋友来说 他感兴趣的是这六个栏位 甚至说以你们的父母来讲 感兴趣的是这些栏位的基本资料 所以说你看 同样的一张学生基本资料表 不同身份别的人 他所看到的资料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我们外部不同身份别的人 所看到的这每一张二维表格 就是一个View 所以说呢 这些View来讲 它是虚拟表格 它并没有真实存在于 我们的资料库系统当中 因为呢 在我们的资料库系统里面 没有一张学生基本资料表 只有这四个栏位 也没有一张学生基本资料表 是只有这六个栏位的 那这些View来讲 它是源自于 我们的学生资料库里面的 这一张base table OK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View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告诉各位 怎么去把这些View 给建构起来 OK 所以说呢 以这个View来讲 它的内容是以 slag指令的查询 执行结果所构成的 比如说像我们刚讲那个学生基本资料表 你要为老板或是男女朋友 或是你们的父母 去把他们感兴趣 或者是有权限看的那些栏位资料 调阅的话 你就要透过slag这种查询指令 把他们有权限看到的资料 捞出来给他们看 而且它在呈现资料来说 一样是以二维表格的方式为主 所以说呢 以View来讲 它的第一方式 正是以slag这个查询指令 作为基础来去把查询出来的结果 包装成一个View 包装成一个物件 这是View的概念 好 这边一样是用一张图示跟各位说明 比如说呢 这边是在我们的资料库系统里面 真实存在的一张Base Table 假设是员工基本资料表 好 那这时候假设外部使用者 他只对这个员工基本资料表里面 部分栏位感兴趣 那此时我们就要为这个外部使用者 去建构出一个View出来来让他去做资料的查询 所以说呢 我们帮他所建构出来的这一张小张的二维表格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View 好 那至于说建立一个View的指令 就是CreateView 蛮直观的 那CreateView就可以帮助各位去把一个新的View 给建立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语法部分 CreateView 然后这个View的名称 你可以自己给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耳时这个关键字 耳时这关键字后面就是一套 很标准的 Slave from where的一套查询语法 所以说我们在前面曾经交给各位 那一大串的那种 Slave from where group by heavy order by的那一堆 资料查询的指令 都可以使用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呢 我们就是把这些复杂的查询指令 所查出来的二维表格 包装成一个View 未来我们在进行相同查询任务的时候 就不用去下这么复杂的查询指令 我们用很简单的查询指令就可以替代掉 比如说呢 现在假设我有一个查询任务 这个查询任务是 请各位把重量大于罗帽的其他零件的所有零件资料都给捞出来 那现在假设我已经知道 我们老板三不五时就叫我去做这个查询任务 而且呢 这个查询任务我发现到 哇 写出来很困难 你要透过查状查询的方式 才有办法写它 那老板每次跟我要这个资料的时候 我都要下查状查询 很麻烦啊 那此时我就把 这个查询出来的结果 包装成一个View 未来还有相同查询任务的时候 我就可以用很简单的查询指令 来把相同的资料 给调阅出来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这个View 要怎么去建构它 它的建构方式在这边 来各位看一下 Create a View 后面这边就是View的名称 我这边写成 COM底线W 这是我自己取的名字啦 你觉得这个名字很鸟 你也可以自己改 都可以 然后再来就是后面 20这个关键字 然后再来就是 底下这边这个查询任务 有没有看到 它是一个草状查询 那这个草状查询呢 主要就是用来完成 重量大于罗毛的 其他零件的所有零件资料 我们都要调阅出来 就是靠底下这个 草状查询的语法 来去完成它 那刚刚有跟各位提到过 每一次你要完成这个查询任务的时候 你都要打这一串 草状查询指令 你觉得很烦嘛 对不对 通常学生 只要指令超过四条 就觉得很烦 五条就很啰嗦 六条就不想打了 所以说呢 像这种草状查询指令 你就干脆把它包装成一个view 那未来你在相同的查询动作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很简单的查询指令 去把相同的结果给查出来 然后我们来直接做个示范给各位看 那你们看一下哦 我们现在这边有一个查询任务 就是要把重量大于罗毛的其他零件 所有零件资料 全部捞出来 就是我们讲以上的那个例子啦 好 我们先把这一个资料 调阅出来给各位看 那因为呢 要执行这一个查询任务 所使用的表格 是位在test这个资料库上面 所以说你要先把资料库的使用权 先切换过来 就打use test 好 这次我切换过去了 来这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草状查询 是不是真的可以帮我把我要的资料捞出来 我们就直接copy贴过来 当我今天把这个草状查询呢 指引下去以后 你就会发觉到 我所调阅出来的结果就是 齿轮、板手、翘子 这三个零件 它的重量是大于罗帽的 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原本的那张零件资料表 你就知道结果对不对 在这边 你看哦 这个罗帽在这边 对不对 它的重量是16 然后呢 我们在这张零件表里面 重量大于16的其他零件有哪一些呢 就是齿轮、板手、翘子 那至于说前面的罗斯钉 没有啊 罗斯钉重量是14嘛 对不对 所以说罗斯钉的确是没有查到 OK 所以说的确我们是靠这一个草状查询 就可以知道 这一个查询任务 它所要的结果是什么 OK 那可是你看哦 这个查询任务 整理下去很啰嗦 那如果说你的老板三不五十 就给你掉这笔资料 只是你在下这个C口查询 你也下得很烦 那干脆你就辛苦一次 去把这一个查询任务 它的查询结果包装成一个view 那未来你再做相同的查询任务 就容易多了 那怎么建立呢 来指令在这边 来各位看哦 一开始就是create view 然后这个view的名称 打在这边 然后接下来就是 耳时关键字 然后接下来底下这边就是 刚刚你那个很复杂的 那个查询指令 就打在这里 那此时呢 你这个潮状查询查询出来的结果 就会被我包装成一个view 而这个view的名称叫做 com底线w 好那这时候你看我按enter 按enter下去之后呢 它跟你讲query ok 好那就代表 这个虚拟表格 被你建立起来了 那将来如果你要执行 相同的查询任务 你就等于说 对这张表格进行资料查询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资料查询的指令 各位现在应该会了 就是select信号fromcom底线w ok这个com底线w 就是这个view的名称 所以说你就可以用 很简单的查询指令 你就可以把相同的查询结果 给查出来了 有没有看到 这样子懂我意思吗 所以说未来 你有这种不断的反复执行的 这种复杂查询任务 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去把查询结果包装成一个view 未来你只要用 这么简单的查询指令 就可以查到 相同的查询结果 ok那查询指令的部分 我也列在这个地方给各位看哦 好所以说这是有关于view的建立 那view的建立 建立完之后呢 刚刚我们也示范 怎么去对view进行查询了嘛 就是用我们前面所交给各位的 那个基本的查询语法 slect from 这么简单的一个查询语法 就可以把view里面的资料 给调阅出来了 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各位谈一下 那怎么删除掉一个view呢 删除掉一个view 指令很简单 就是dropview 然后后面就是打上那个view的名称 然后接下来其实打一个分号 按enter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说今天假设有其他的物件 比如说有其他的资料表 其他的view 他里面的资料 跟你现在这边要删除的view 资料是相依的 那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 此时 你在drop掉这个view的名称后面 你要打上cascade 打上cascade的话呢 此时对你这个view 有相依性的那些资料 也会做连带的删除 那这是属于cascade的一个效果 那后面这个restring是什么呢 这restring的话就是不作为 那什么叫不作为呢 就是当你现在删除掉这个view的时候 如果这个view有其他的物件资料 是依赖这个view而存在的 那此时的话 当你今天要删除掉这个view的时候呢 你的dbms资料库管理系统 就会跳出一个错误讯息说 你现在这个view有其他的物件参考到 你不可以删 就是我讲的没有作为啦 我跳一个错误讯息跟你警告一下 ok 所以说这是restring 那这restring的话呢 是资料库系统预设的一个功能 所以说你在打这个jobview的时候 如果后面这个地方你没打的话 预设就是jobview的功能 ok 所以说呢 当你删除掉这个view的时候呢 如果你后面这边的参数没有打 然后你这边打一个分号 按enter以后 如果这个view被其他的物件参考到时 就会跳出错误讯息 就这么简单的概念 ok 那我们这边呢 举个例子给你们看 我们要删除掉 刚刚所建立出来的那一个view 那删除的指令就是jobview 然后那个view的名称打上去 打一个分号 按enter 此时呢 这个view 就会被你删除掉 当然就像我刚刚讲的 如果这个view里面的资料 有其他的物件参考到的话 那你光打这个指令 按enter下去 会跳出错误讯息 好 他会跟你讲 这个view里面的资料 有被人家参考到 ok 那我们一样做示范给各位看一下 那我们在删除掉这个view之前 我们先来显示一下 这个view是不是真的存在于 你的资料库里面 我们怎么看呢 就是用show tables 来各位看哦 你用show tables来看以后 你就会发现到 tests的这个资料库里面 真的多了一张表格出来 这个表格名称就是com底线w 我跟各位讲过 虽然它是虚拟表格 但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还是把它当成一个真实物件来做使用 所以说它也是一个table 好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 现在我们要用jobview ok 那jobview打下去之后 按enter 按enter跟你讲 query ok 代表说这个view 被你删除掉了 那我们一样就是用show tables来看一下 这个view是不是真的消失不见了 来我们试试看哦 有没有看到 那个view真的不见了 ok 就被你删除掉了 ok 所以说呢 这个view来讲 它就是一张虚拟表格 你可以去建立它 可以对它里面的资料进行查询 甚至说呢 你也可以去做那个view的删除 都可以做 那这是有关于view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view的优点是什么 view的优点就是 你可以将不需要或是具有私密性的资料 隐藏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外部使用者在看待同样的一笔 二维表格资料的时候 因为权限不同 所以说他们所能够看到的栏位资讯 可能也不一样 那这时候你就不应该把那些 他不应该看到的讯息秀给他看 所以说呢 你用view的方式 就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安全性 或我们讲资料的隐私性 然后所以你看同样一张关联表格 可以建立多种不同的观点 让使用者以不同的角度 来去看待同一份资料 就是我刚刚帮各位回顾的那个例子 一个学生基本资料表 三个不同的角色 他们所看到的资料栏位 大家都不一样 所以说呢 我们就的确可以用view的方式 让使用者用不同的角度 来去看待同一份资料 他们所看到的讯息 都不太相同 这是view的好处 那view的缺点是什么呢 主要的缺点就是 虽然他也是一张二维表格 但是你要对这张二维表格 进行资料的DML操作 会有很多限制 什么是DML操作呢 就是资料的插入 资料的删除 或是资料的更改 这些操作是有很大的限制 尤其是你这个view 它的建构如果是很复杂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太能够对这个view 进行资料的 insert delete 或是update相关操作 当然相对的 如果你这个view 它的建构是很简单的 那这个view 它是有办法去进行一些相对应的DML操作 是可以的 那至于说这个部分 我们在那个资料库系统实物里面 会更进一步提到这一个部分 我们这边就帮各位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那最后跟各位谈有关于资料控制语言 那这资料控制语言我们之前在介绍的时候呢 有跟各位提到 从事资料库全线控管的相关指令 都可以被归纳成所谓资料控制语言 那所以说呢 有关于这个资料控制语言有哪一些相关指令呢 比如说像gram,revoque,autopasswall 这些都是跟全线控管有关的相关指令 好,其实这些指令 我们在那个byseql资料库系统实物操作的课程3里面 有跟各位提到过实物的操作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以NCC国标准语法做主要的介绍 好,所以说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去授予某些使用者账号相关的权限呢 我们就是用这个grant指令 这grant指令来说 它可以建立出一个新的使用者 并且增加该使用者在资料库里面的相关操作权限 它的语法在这边,各位看一下grant 那这边的话就是你要授予给它的相关权限 因为权限的名称可以打在这个地方 然后再来就是呢 这些权限是中在哪一些资料库物件之上 你就要把那些物件的物件名称写在on这关键字的后面 然后接下来就是有关于你前面所设定的这些权限呢 是要授予给哪些账号的呢 那你就要把它设定在to这关键字的后面 所以说to这关键字后面就是摆放使用者的账号 那这使用者账号如果它是新建立的 那此时我就要同时授予给它相对应的密码 那这密码要授予的时候呢 就是要打上identify by 然后后面打上一串密码 那通常密码都是含字串 所以说呢,我们在key密码的时候 一定要打上单引号或双引号 虽然我这边是打双引号 但是单引号也可以哦 然后再来就是打一个分号按enter 此时呢,这个使用者的账号 以及相关权限的授予就完成了 好,那这边我们要先跟各位讲一下 那我们今天可以授予给使用者哪些权限呢 各个商用资料库系统 可以授予给使用者的相关权限 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个叫做使用者权限 一个是管理者权限 那至于说使用者权限有哪一些 管理者权限又有哪一些呢 我在后面两张投影片 有列给各位看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在这里 那像这个使用者层级权限来讲 就是针对使用者有使用权的那些物件 做一些相关操作 比如说表格的建立 表格资料的删除 表格资料的插入等等等 它都是对物件进行操作 这些都是属于使用者层级的权限 这在我们MySQL的操作讲义里面有给各位 然后再另外一个叫做管理者层级的权限 那管理者层级权限 当然是对整个资料库系统控管是有关的 比如说像这边的 可不可以删除到某些物件 可不可以针对某些物件进行定义上的修改等等等 这些都是跟管理者层级有关的相关权限 都在这个地方 当然我这个列表不是全部 我只有一部分而已 那这边只是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管理者层级的权限 还有使用者层级权限 他们所触及到的范围是不一样的 好 那所以说这是有关于不同类型的权限部分 那我这边举几个例子给各位看 好这边举第一个例子就是 我要把select这个资料查询的权限 授予给某些人 所以说Grant关键字的后面就是打上select 资料查询的权限名称在这边 好那这个资料查询的权限 可以作用在哪个物件之上 他所作用的物件是employee 员工基本资料表当中的first name 以及last name 好所以说我要把这个物件的名称 写在on关键字的后面 而且你看哦 他这边有特别指出 你这个select查询的指令 他的作用范围只有员工基本资料表当中的first name 跟last name 才可以做资料的查询 那所以说呢 你这张表格里面的其他栏位都不可以查哦 你都没办法查询哦 所以说他这边定的范围相当的窄 好那这样子一个查询权限是受益给谁呢 我们是把他授予给g11这个账号 那这个账号他的密码是123 好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密码写在identify by 他的后面 这个关键字的后面 然后再打一个分号按enter 此时这个权限就被你建立起来了 好来啊在底下这个呢 我是把资料删除delete的权限要授予给别人 那所以说呢delete这个权限名称把它放在gram关键字的后方 然后这样一个权限是作用在哪个物件之上呢 他是作用在employee员工基本资料表之上 所以说员工基本资料表里面 所有栏位的资料他都可以删 这个使用者都可以删 然后呢这样一个权限是授予给谁呢 我们把授予给jc2 好那你看哦 jc2他后面没有设定密码 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这个账号是新的 那此时这个账号他在做登录的时候 不需要密码 那这样就很危险 因为基本上你只要key账号按enter 他就进来了 ok所以说底下就有告诉各位 如果我们在新建一组账号的时候 没有给他密码 表示这个使用者账号不需密码 就可以登录到资料库系统里面 所以说这个账号通常他的权限都不会太高 因为他是属于比较危险的一组账号 这是属于全线授予的部分 那讲到这边 要跟各位稍微谈得比较细一点 就是虽然我们这个ncseql标准语法 使用者账号的建立以及全线授予 我是靠同样的一组指令来完成它 但是呢各家商用资料库系统在使用上 会不太相同 比如说以myseql标资料库系统来说 当然只要靠这个grad 就可以把使用者的账号做建立 而且同时间把全线授予给他 可是如果说今天是比较严谨的资料库系统 比如说像oracle资料库系统 oracle资料库系统的话呢 就不能这样干啰 oracle资料库系统在账号的建立 以及全线的授予是两套指令 所以说呢虽然我们这边跟各位讲 nccl标准语法在建构使用者账号 以及全线授予来讲是同一套指令 但是呢各家商用资料库系统 因为有各家安全性的考量 所以说呢这个地方不见得是一样的 那这是有关于nccl标准语法 在授予权限的时候是这一套指令 那再来就是当你今天有能力啊 去授予给人家权限 你必须要有能力把它给回收回来 那回收的方式就是用这个revoque指令 revoque这指令可以取消某些使用者的权限 它的语法怎么下呢 就在这边 revoque 然后后面就是看你今天要把哪些权限给回收回来 把那个权限的名称列在revoque后方 好那这些权限是中在哪些物件之上 你就要把那些物件的名称写在on关键字的后面 然后再来就是你这个权限之前是受益给谁的 你要把那个人的账号写在from关键字的后面 好那当你今天打完之后一样打一个方法按enter 此时这个人的这个权限就被你回收回来了 好那一样我们来看一下一个范例 我们将使用者jc2他对于表格employee的delete权限 把它给回收回来 那怎么回收呢 指令在这边 revoque delete on employee from jc2 打一个分号按enter 此时这个人他对于employee这张表格做delete这个操作的权限 就被你取消掉了他就被你回收回来了 ok那这边要跟各位讲revoque这个指令 他只是把某一个使用者账号他所拥有的权限给取消掉 但是呢这个使用者账号还是存在于你资料固系统里面 他还是菜喔尤其在某一些资料固系统里面 他还是有权利登录到database当中 所以说这边就告诉各位 revoque这个指令他只移除使用者的操作权 但是他并不是把使用者账号 从资料固系统里面给移除掉 他的账号还在里面 那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看看就是你这套资料固系统 把使用者账号是进入在哪一些系统表格上 你就要进入到那个系统表格里面 去把这一组资料给移除掉 通过delete的操作 各家商用资料固系统都是这样子 ok 那所以说呢 要完整移除一个使用者当号 就必须要使用delete的这个指令 明确的由资料固系统里面 相关权限的设定表格当中 去把这个使用者的资料记录 把他整个删除掉 那至于说这个动作来讲 在myseco资料固系统里面 我们在myseco的课程3当中 有交过各位 我们有跟各位提到过 在myseco资料固系统里面 有关于这个使用者的相关记录 它是存放在一张叫做user表当中 而这个user表是在myseco这个database里面 它是一个系统表 ok 那这时候你就要把它捞出来 做账号的删除 才有办法把一个使用者的账号 完整的从资料固系统里面移除掉 那这是myseco的做法 那其他像什么oroco啦 还是那个seco server啦 有其他的做法 你就是未来有机会去玩到的话 你就看那一家资料固系统是怎么干的 你就可以掺着一下 概念是相同的 好 seco语法 我们就交到这边